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他的竞选团队名单 最近曝光好多人认真仔细一看 发现绿营的高官第二代 都在这个团队里面工作 他们的老爸有谁呢 包含了司法院院长许宗丽 他的女儿在陈时中的团队里面 管的是网络社群 而内政部长徐国勇 他的女儿呢在里面管的是新闻 当然有工作很好 也不是说加入陈时中的团队不行 只是有人就想问了 像蓝军他问 现在全国管司法的管内政的 管法务的子女都在这边上班 万一有一天 陈时中的竞选团队 如果出现了会选 或是有其他争议事件的话 那到时候能不能很公平 公开公正的查下去呢 蔡英文力挺陈时中 幕后辅选舰队大曝光 关键部会的超级官二代 统统在其中 负责查会起诉侦办的法务部 自长蔡毕重的女儿 在陈时中团队中管行政 审判选举案件的司法院 大院长许宗丽的女儿 在里面管网络社群 负责查会统整的内政部 部长徐国勇的女儿 则呆在陈时中团队的新闻部 这些人的爸爸妈妈都是谁啊 哇发现全部都是掌管内政的 掌管警政的 甚至呢是来抓会选 如果陈时中里面有人会选 那请问他老爸会不挺自己的儿子吗 最可恶的就是司法院的院长 竟然家人也在里面担任重要的干部 不是说去单纯去发发卫生纸啊 台北市民政局长蓝世聪 不但管所有里长 还是台北市选委会主委 但他的儿子 这次刚好待在陈时中的活动部 前考试院长姚家文的女儿 陈时中的儿子陈印安 全都在团队中 蓝军碰轰这些正二代 在陈时中团队负责关键工作 他们的爸爸管司法内政和法务 选举到时爆出争议 要怎么查下去 选举是战争耶 警察是要维持中立的 抓会选就是不能够抢选举啊 你把你的亲人放来这个作战部队里面 这个是最坏的选举示范 更离谱的是里面居然有司法院院长的小孩耶 你司法院院长是必须要超然独立 可他的家族却涉入政党选举如此之深 我就暴露出说我们的司法体系 根本就已经掌握在民建党的手里 蔡英文的裙摆底下在谋生嘛 超级官二代组成的无敌舰队 藏在候选人团队 他们担任大官的父亲 能否保持中立 选民们都睁大眼睛 新北市两岁童恩恩 在今年四月不幸染疫过世 恩恩爸为了要求真相 向新北市府 新北卫生 新北消防局跟新北卫生局 要来求偿国家赔偿一块钱 新北市法治局今天公布了结果 经过三个机关分别召开 国家赔偿审议会议 都认为相关的单位 在当时都有一照管制的措施 积极抢救恩恩 所以并没有所谓的待乎职守 所以不成立国赔责任 而对此恩恩爸表示 完全不能够接受 等他收到了正式的公文 会再回复 会再跟律师来讨论 后续将会前往法院提告 来看到这两张图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像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在市议会当中 接受到了议员林颖梦的质询时 就被问到了 城市博览会当中 元宇宙柯文哲的虚拟分身 人形立牌 风格有没有像是韩国瑜的 Q版卡通造型呢 柯文哲当时很无奈 他反问说议员 你可不可以问一些正常的题目 甚至还反批议员说 眼睛跟大脑连结有障碍 我觉得你是在跟韩国瑜致敬吗 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在城市博览会里面 我跟你说 你这问这个天空最奇怪 你也差不多了 这个就是在城市博览会 你自己办的活动 这又不是我自己找的民间的内容 这个就是你自己办的活动出现 我看到也吓一跳 我想说这个话风也太像了吧 那你为什么要放这个在城市博览会 市长可以说明一下吗 我跟你讲 我绝对不跟你一般见识 我就是看到这个很奇怪 我才要问市长 不然你不放的话 我干嘛问 我老实跟你讲 我当到台湾大学的外科的教授 跟你讨论这种题目 我才是受不了 你自己放的这个东西还怕别人问喔 你也问一下 更正常的地方 你是不是 这就是你不正常的行为 我才要问啊 来来来 你真的要聊这个 来 你要讲喔 为什么要放 当你的这个认知有障碍的时候 不管什么东西 你都看出有障碍的东西 所以你的说 你是说你的人形看板有障碍喔 我是说你的眼睛跟你的大脑的连结有障碍 台北市议员林颖梦今天在质询柯文哲的时候 问他如果当上了总统愿不愿意抗中保台 会不会跟中国大陆投降呢 一开始柯文哲想用开玩笑的表示说他会抗陈时中保台 希望能够化解尴尬 但面对议员的步步逼近 甚至要求柯文哲要先拒绝投降出 这次柯文哲生气的呛了一句我管你去死 市长你是支持抗中保台 第一点保台是最高目标 那有要抗中吗 就看这个对这个保台有没有用 所以保台是top one priority 然后在保台的目标之下采取各种策略 那策略有包含抗中吗 还是你要和谈 抗中应该是这样 这个你说抗中保台 抵抗时中保卫台北 所以你会 就是抵抗中国 你会跟他和谈吗 我们现阶段是抵抗时中保卫台北 抵抗时中是什么 所以市长所以你会对中国抵抗吗 我想知道是这个 哇这个是这样 在维持台湾的主体性优越性 这个前提之下 不管是中国 菲律宾美国谁来都一样 我们是还是要保台 抗中保台要完真的 以我当台北市长 我们那个万安演习这样可以吗 我们对战争有准备吗 那你有准备民防系统吗 这个就是我们台北市的职权 其实我跟你讲 我是最认真在准备 那你有去民防系统的餐会吗 我跟你讲 他们有做实弹的射击演练吗 不是啊我跟你讲 你们不要 我常说你们这些没有当过兵的 我就是问你 民防系统是你市长在管的啊 那他们有做这些训练吗 在你任内有吗 还是都是在餐具 都在吃喝 我开始训练军队当军阀 军队 军队 你在说曹新城 董事长吗 我跟你讲小朋友 不要问那种无聊的听众好不好 我现在就是在问我们台北市的民防系统啊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跟市长讲一下 国家有民防的动员那个计划吗 我跟市长讲一下 今天这个陈南天主席跟我们的基督教长老教会 他希望每个候选人的都要来签署这个绝不投降的承诺书 我现在就上年跟你签署 我可以跟你讲 我根本不想敌你啊 不行 这个是陈南天主席 那个是我的 那个是你的谁 是你的谁 是我们台湾的民意组织啊 希望市长可以签署 你没有资格上来下去 我没有资格上来 这是我的区域 所以市长你不签署是不是 我根本不想敌你 这个不是我发起的啊 市政再来 市长你不愿意签署 好的谢谢你喔 谢谢市长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了 市长不愿意签署 绝不投降的承诺书 海黄鲍鱼干杯XO醬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肌肉 高蛋白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喔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想有折扣喔 好